今天是王先生和郭女士结婚38周年的日子 他们一到金牌调解现场就秀起了恩爱 我跟我老公感情特别好 我们从初中到高中 他都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们的班长 所以我一喜欢他他也喜欢我 到今天38周年了 刚好今天是我们的结婚 今天日 感情状况确实很好 正好是38周年的今年日 这对如此恩爱的夫妻 选择在今年日这天到金牌调解来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原来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个情敌 请求我们各位老师帮我打消我老公买车的念头 用一句话来说 车子虐待他千百回 他视为车子如初恋 就这样子的感觉 暗门 暗门的爱上汽车 买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可郭女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他要汽车骑得特别快 那真的是起飞 我有三次车祸 他连人命都没有了 只要把车买到家里就是一颗定时照的 随时会炸 王先生爱车 他的终极目标是买辆汽车 但因为他骑摩托车出了多次严重事故 郭女士根本不敢让丈夫开车 王先生道好 听到妻子的反对意见 他干脆向妻子摊牌 对此两人谁也不肯退让 现在王先生为了买车 甚至不惜和妻子叫板 在买车问题上 两人是各不退让 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现场的老师们 现场的老师们会给出什么样的投票结果呢 在38周年结婚纪念日里 两人的婚姻会因车而分道扬镳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节 爱车如命的丈夫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王先生和郭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今天的诉求就是 请求我们各位老师 帮我打消我老公买车的念头 这个买车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 用一句话来说嘛 车子虐他千百回 他视为车子如抽链 就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有三次车祸 2018年的车祸 差点人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真的特别害怕 就请求你们帮我们父亲俩打开这个心结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 我们是同伴同学 今天刚好也是我们3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往后的余生 还是真的全部寄托在他身上了 38年的风风雨雨 早已感受了 我绝对不是在笑恩爱的 我是作为九宿人来的 有三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请求各位老师 各位专家 确服我的泰坦呢 成队心里面同意我们满量车 我自己做过很多的工作 都没成功 所以他才把过来 第二个是说起什么呢 如果这两个问题不处理好的话 会最坏的影响是什么 前跟近期38年的那个风雨雨 有可能的 可能就加上而止 不是我还能听闻 已经很严重了 和我们这个 郭女士提出来的往后余生 都要交付给你的 这个未来是冲突了对吧 这是很显然的 我真以为就是意识到这个严重性 在这里我也表个态吧 假如经败调解的老师 认为这个车真的也没必要买的话 我肯定是坚持不买 假如经败调解的老师说 还是可以买 我就顺着大家的业就买吧 看得出来 王先生和郭女士非常恩爱 可偏偏就在买车这件事上杠上了 甚至危及到了38年的美满婚姻 不过这说起来也奇怪 当今时代买车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怎么就让这对夫妻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析呢 郭女士率先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原来王先生骑摩托车太快太猛 导致多次事故 现在回想起来 郭女士都心有余悸 97年的那次长沙的半路 有点小雨 她也急着赶回家 旁边也有点那个小沙 那样子摔了 摔到在地的话 都已经把我的那个浅色衣服都映红了 我再看她的话 那个脚都是湿湿的 我也知道肯定是流血了 要继续上的问题 毕竟那个摆托车可能还不到一年 新手上路 我说这样子吧 你先把车就系在附近的那个派局所 我说你也受伤我也受伤 我们就先回去吧 他说那不行 那那车要骑回去 车放到外面不放心 即便是受了伤 王先生还心细挨车 在受伤的情况下 还是把车骑了回去 这足以看出王先生对车的热爱 这次的事故 王先生也解释了 是新手上路 加上路况不熟造成的 这次之后 郭女士也给王先生敲了敲警钟 时间流逝到了2017年 王先生也拥有了十年的驾龄 可以说是惊艳老道的司机了 可就是这样 他又一次翻车了 2017年吧 有天晚上我们出去 也有一团砂没绕过去 又把我摔到了 他的脚 我的手 我的脚 全部都是崩蛋崩了 差不多半个多月 这个比第一次摔得还严重 那严重多了 这次事故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它就是快 还是快 还是快 还是猛 他开车一般的 他不太注意路况的 他想怎么冲就怎么冲 摔到了就摔到 摔到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就这样子的 那十年过后 这一次摔得比上一次还要重 这一次事故是因为什么 这次也是一个当方的原因 所以那个路 是在我们家里附近的卷 这因为过去说 有一点轻视 那个是一个玩耳 它不是一团砂 是一片砂 一个玩耳 它说实在的 只要不看到 那就必须来无疑 虽然我有局管的原因 但是这个客观原因 在马路上的施政人员 是肯定有问题的 那这一次摔完之后呢 你对自己开车这件事情 有没有个新的认识 应该有 就是再一次小心 那个安全的紧张 从那时候开始呢 说实在的 找到了这个新的方向 就开始想汽车了 想汽车跟第二次摔跤 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 人都应该都知道 汽车和摩托车 虽然都是机动车 但是呢 在安全性上面 也有个天然之别 安全性和虚实性来说 开始想汽车了 你是觉得 如果我这个时候 开的是一辆汽车 我肯定不会摔跤 我是这样认为 至少摔了 我也不至于摔得这么惨 对对对 所以你会觉得 从安全性和舒适性考虑 那个时候 你就开始想买汽车了 对 这个想法有跟 这个郭女士说过吗 这能说吗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就不敢说了 不敢说 因为现在说一点的 就是暗恋 暗暗的 爱上汽车 只能说暗恋 初恋 初恋 有几个脑根不能说 对 郭女士说了 那个是你的初恋 刚刚开始恋上汽车 对吗 对对对 心里有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郭女士知道 她的那个初恋 已经开始萌芽了吗 有一点 但是我还 我还这么没感觉到 她有这么迫切 没有感受到那份强烈 对对对 如果那个时候 她提出来说 哎呀 你看 这个不安全 我们买部汽车吧 你的态度会是什么 依照她 会同意的 对 买车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都不是 你们夫妻这么大的一个分歧 郭女士还是有可能同意 那为什么到现在 你反而不同意了呢 就是2018年吧 第三次车祸 也是最重的一次 这次摔的比上次摔的还要严重 这一摔 摔出了郭女士对车的阴影 可对于王先生来说 却摔出了对汽车的暗恋 她将出事故的原因 归结于交通工具上 不过郭女士也说了 这次的事故 并没有让她产生 阻止买车的念头 让她产生念头的是 第三次事故 谈起这次的事故 即使过去了几年 但是一提起 郭女士的内心 都是惧怕 跟我爸爸去 传播 传播吧 他骑得特别快 一面就有一台小车 转弯 他就对着冲 刚好那个的时候 把我摔到地下的时候 但是我第一感觉 我还是想 我老公怎么样 我一看到时候 我真的吓呆了 我老公就倒在汽车前面 可能不到50米 你看好吓人 要是他那个车 没刹住的话 那我早就没老公了 就这样子的 真的挺吓人的 那个情况 基本上是属实的 这个情况的时候 也要不是说明一下 我在摩托车的 变工车道 变工到那个 正常行驶车道上面来 对方呢 右转弯 她是一个新手 那个女司机呢 过程也比较矮 两碗上面 可能有问题 因为她差弹不够 所以这个事情的事故 是她不受权责 那个路向上面 看进去 我实在呢 她不是说她是50米 50米肯定没问题是吧 基本上可能不到一米 我倒在她那个 汽车前面的 这方面的部分 不到一米 这个是这么回事 毕竟她是这个转弯 她速度是很慢的 这个应该 没想到没危险 我女儿她们去 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 她说你爸真的太猛了 视频记录嘛 她们看了都 都下去出冷汗 后来在医院里 治疗的过程 是不是也挺艰难的 是的 我做轮椅 做了两个半月 请复工 请了15个 我也不知道是 是什么力量 把我撑过来的 她其实她痛点特别低 哪怕是打吊针啊 她都叫得好凶的 都是说要命的 她的那个手骨 动了手术 上了钢板 去年才把钢板拿出来 我呢 就半月板 全部都废了 现在 现在我的左脚 是没有半月板的 上楼梯啊 蹲啊 都不允许的 我的手骨折了 已经变形了 伤到什么程度 我跟她两个 住在医院里 住了99天院 我也不能照顾她 她也不能照顾我 那当时做手术的时候 谁陪着她呀 我女儿就 就站在手术室外面 她小姑娘 她也没遇到过 12点钟进去的吧 两点多钟 手续室 出来一个人 谁是王中卫的家长啊 我女儿就说 是我呀 你爸她 她半天没说 哇 我女儿 当时她就贪了 她说什么事情 你说吧 她说 你爸要用麻药 到底是用进口的 还是普通的 她就马上说 进口的 她说她的粉身都发抖了 就那一刻 医生的那个停顿 可能让你女儿 吓着了 是的 她以为有不好的事情 发生 对 所以这件事情 不仅是你们两个人 自己身体受了 这么大的一个创伤 其实给家里人 也带来很大的痛苦 对 我在手续室里面 把我的姑娘的 吓得够呛 你爸爸 你爸爸 这个 她现在有点 你演小品的感觉 你想一想看 你要锁骨做手续 可能要命吗 不可能 对不对 确实她们这种伤害 这个我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不适应这个结果 提到这场事故 郭女士讲起来 就像是一场灾难片 可王先生讲起来 就成了一部喜剧片 觉得都不是什么大事 经此事故后 郭女士和女儿 强烈反对 王先生骑摩托车 没想到 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尽快买到汽车 王先生使出了一招 缓兵之计 他决定暂时告别摩托车 本来他是为了讨妻子欢心 没曾想妻子始终不松口 但买车的愿望 就像火焰 在王先生心中燃烧 为此他也开始了 和妻子的对抗 王先生重新骑上了摩托车 这时他对妻子的试探 更是一种抗议 这次王先生决定 将他对汽车的名恋 进行到底 为此他也做出了 一系列的行动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 他跟别人就问起驾照的事情 询问哪里的那个 考驾照便宜嘛 我听到了 我就隐隐于感觉到 有点不对 我就只问他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那我考驾照了 我要买车了 你不要剥夺我的自由了 不要剥夺我的快乐了 我的快乐就是车 我说没搞错吧 你摩托车一出来了 你又得证净值了 马上就就往汽车上面靠了 我就说生命最重要 干嘛要去冒险啊 他说这么多人坐车 哪个有危险啊 那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吧 你同意买我也会买 不同意买我也会买 就这样子的 准备转阵了 从地下转阵到地上了 我不仅买了口墨仪 而且我还买了一个车位 车位也买了 对 你看我还没说他就来了 他不过我的反对 就先考驾照 考驾照之后 紧接着就买车位 买车位也是他跟对方 在讨价还价 十多万 我说十多万是什么呀 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买车位 我说你买车位干嘛呀 我要买车啊 买车就肯定要车位吧 好方航的 方航到什么程度 他把那个车位 买到我女儿的小区的地下车位 买到那边 我们家的小区 跟我女儿家的小区 公交车要坐十多站 为了省钱 没有可能方便 你觉得这个事情 不能够办的原因是 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真的是人的问题 在座的老师们 你们也听了 多多少少可能 也对他有点了解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他做的事情 一般都是客观原因多 就正因为他 这样自信抱盆 不能从心底 感觉到自己 确实有问题 所以我这么不感人地 让他开车 要是汽车的话 他也一样的 他二十多年的驾龄 他开车的感觉 就是一个猛 对 一个快 对 那真的是起飞 真的是 他的名字也是飞吧 他就说 那我爸爸给的名字 给我就是飞 我干嘛不飞 真的是这样子 他说 你知道你老公的唯一爱好 就是开车 你把这个都堵住的话 我没法生活了 我就精神出复上的 我死我活跟你没关系 就这样子的 这个话 那是舒适的 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真的是这样想的 我这个人可能自信抱盆 一个人对人生的绝求 或者是享受 还是应该有一个人生空间 或者叫自由空间 我是这样理解人生的 就是魏老师这几年 真的他特别叛逆 以前我们有商有量 哪怕是买台小电风上 我们都是商量来商量去 还要走几家商店看看 现在几十万几的 那什么事情都跟我没商量的 他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就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车 从初恋暗恋到明恋 现在已经好像似乎成为了 你们夫妻两个之间的一个壁垒 王先生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汽车到位 郭女士都无法阻止 丈夫买车的步伐 也就在这时 郭女士告诉我们 她的另一个担忧 不想让丈夫买车 不仅是因为丈夫骑车疯狂 还有丈夫想法的疯狂 那么王先生又究竟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买这个车的墨地 主要是用于来 今后有自驾游 一个年在家 你待个五六十天 我基本上是在外面待的 荒唐 如果是说你买了车以后 按照你刚刚说的 你未来可能 在本地待的时间 可能就五六十天 大部分是要在外面去玩的 对 这个是你对未来生活的安排是吗 有这个向往 在我能动能开车的情况下面 我可能呢 就要以动为局 说直接点吧 就可能十个月呢 在外面待 我用我直接在享受生活 你希望未来 你的生活方式 是在外面旅游的居多的 包括包括郭女士 会把她带上吗 是的 这肯定包括 今后有这个问题 我想带她走 在我来之前 她肯定不愿意跟我走 她的头部里面 竟怕调节 而且成为了 我今天的第三个搜求 享受生活 理解对方 你是希望 对 不仅要同意你买车 还要同意买了车之后 跟你一起去选择一个旅行 这种方式的生活状态 对 享受生活 她什么事情都好简单的 她说反正我买了车 我还是欢迎你 随时跟我出去玩 你不出去 我一个人会出去的 就这样子的 只要把车买到家里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真的是 随时会炸 这个会炸掉的是什么 会掉的就是我们的家庭 以前我可能还可以跟她疯一下 现在像我这样的身体 脚也长了 手也长了 我能在外面这么折腾吗 不可能的 她还要买房车 两人世界 开到哪里走到哪里 因为我每天提醒第二党 我怎么开心的过来呀 最好能够一起享受生活 你不认为是享受 其实就是折腾法 我觉得就不免其为难了 不免其为难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以前简单 在家里好好打一招 就不要折腾 在我能动的下以外 你也不需要我照顾 我也不需要你照顾 自己可以各自为真 你刚刚说的是 你一年大概有十来个月 要在外面 那就意味着你们两个夫妻 可能到了老来伴的时候 你们两个得分开了 王先生觉得没事 他挺快乐的 郭女士这边呢 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是因为我爱他 我才会阻止这个事情 要假如真的感情不好的话 你去呀 你外面有什么事情 真的与我无关 但是假如买了车 他出去 他只要一天不回来 那我就一天揪心 再说他现在的记忆 跟我们真的差得 还有点距离 从你的情感需要 从他的身体状况 你觉得你们都不适合 这样的生活 对吧 我想问一下王先生 能够听得出来 郭女士对你的那种不舍 还有他希望两个人 能够相互陪伴的那种情感 但是跟你的那种选择 真的是有冲突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需要 这自然不自然 又回到我第一个数据上面了 爱 我是明白这是爱 不要把这个爱呢 绑架是对方的自由 明白 所以你的说法是 如果你爱我 你就要给我自由 让我选择我要的生活 对对对 一个想要流浪远方 一个想要居家安逸 王先生的生活方式 郭女士无法跟上 两人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夫妻俩再一次将目光 投向现场的各位老师 希望老师们能够帮忙投票 选择买不买车 你把这个投票的范围 稍微扩大一点点好不好 扩大到谁 我们两位也要表态是吧 好可以 对 举手是为赞同买车 最后买车的想法已一票胜出 可对于这个结果 王先生却还有些小失望 谢谢 谢谢 感谢你们的支持 但是一夜有点失望 为什么 北辰老师 我是点到他的酱子 他很让我失望 北辰老师让王先生失望了 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为什么 好不好 好 在你们说到买车这个事的时候 开始我的心里 我其实默默地投了你一票 我在我的纸上 你们每说自己说一个理由 说一个故事 我就划一个正字 划一横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王先生 您的这横里只有半个 但是郭女士这儿 我划了四个横 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为什么 比如说 他在外面 其他的车撞了他 他在别人的车里出了车祸 我告诉你 从心理学上的感受 这种恐惧 和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起 由你驾车造成的完全不同 这是第一个你丢分项 第二个 在买车的这个事情上 你有很多你的理由 但是我看到了 这些理由背后 少年一样的执念 在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成分 大家买车 更多的是上班代步 正如你所说 我快退休了 其实你没有太多代步的需求了 对吧 你更多的是去玩 事实证明 无论你最早开摩托车 还是后来想要开汽车 你的技术和反应力 还是有点一般的 因为毕竟出了一些问题 这是你的软肋吧 随着你人的年龄增大 你必须要承认 驾车最重要的一个安全性系数 是反应 是应急的处理能力 那必然它会弱 否则法律就不会规定 到了多大年纪 就不能开车 或者不允许你考驾照了 郭女士的感受我特别能理解 前半生 我陪你跌跌撞撞 出生入死 也同甘共苦了 那后半生 所有的老年人 尤其是女性 都要图一个岁月静好 安度晚年 记住 安度晚年的安 是在第一个字 安全 她不但希望自己安全 更希望你也安全 因为不是我的安全就行了 安度晚年是跟你啊 你不安全也不行 所以我听到的内心 是挺多的感动 如果我的太太 说了这么多理由 尤其是爱的理由 我觉得作为少年的 我可以放一放 所以我要给你几个建议 从性别心理的角度呢 女人是要求安全感的 男人的特点是 爱冒险的 是要速度和激情的 这就是你们的 性别心理差距 所以双方如果要想 真正了解对方 多去懂一点 对方的这个心理和特点 最后这件事情 是绝对没有对和错的 买和不买都不错 只是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 我们心里放下这个结 能够平衡和支持 宽容和理解 更不要因此而影响 你们的夫妻感情 两位好 你不要用那个 充满期待的眼光看中 我是不赞成买车的 我不支持买车的理由呢 那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王先生你的个性 其实你的个性里面呢 充满着 郭女士特别喜爱的东西 有激情 虽然60岁了 但是你那个心态啊 还是年轻人的心态 那生活过起来有味道 然后呢 你自信 我可以控制这个摩托车 喜欢自由 那这些都是浪漫主义者的 一些情怀 我相信你这些特质 也是你们这个38年 婚姻生活当中 过得有滋味的一个调剂品 你有那些积极的品质的背后 你还隐藏着一些负面的东西在里面 你义无反顾 毫无顾忌 这个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轻狂 激进 和有一点点的鲁莽 第二点呢 其实是出于我对你们一个婚姻状态的一个担忧 其实刚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幸福 我也很羡慕 但是到后面 我却听到了里面有一丝丝的悲哀 郭女士 她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她把自己的各种感受都化成了对你的理解 王先生你一直在努力的做你自己 而郭女士呢 她拼了命的去跟随 但是现在 她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跟住你这颗年轻的心了 你说 我觉得我妻子对我是一种信任危机 不是 她不是对你的信任危机 她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她已经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还能跟得住你 她感觉你就像一个 脱缰的野马 她的生活失控了 所以这不是车不车的问题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 她生活当中 还能不能跟你并肩前行的问题 你执意要买车 甚至她说 我没有办法陪着你去折腾 我没有办法陪着 再陪着你去疯 你说没事啊 我一个人去啊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自由呢 爱就是让我自由啊 这才是爱啊 你们38年以来 你是怎么这么自由地生活的 是她帮你承接住了很多 你才可能自由地去做你自己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能力跟住你了 这是她最担心的 她最难受的 她最不安的 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已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这种不安来自于她的能力不行了 她身体不行了 这身体状况是你造成的呀 你感受到了吗 你说的 永远体会到的只是 你没有给我自由 你永远没有回头去看看她 她需要什么 买车不买车 在我这里 理由七比一 买车七个理由 不买车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权利 我认为 王先生 有这个权利 第二个理由 车比摩托车安全 第三个理由 法无禁止 说性格急躁的人不可以开车 第四个呢 生活往外拓展的需求 第五呢 有没有条件 这个条件包括两块 第一是买车的支付能力 第二个呢 也就是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六呢 车在进步 技术在提升 将来还有无人驾驶 第七个呢 就是弱联系 不应该成为强理由 家里面买车 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啊 包括影响到两位的情感连接啊 但是它是一种很弱的联系 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理由 这是七个理由 还有一个反对的理由 很简单 假如我爱这个人 这个人不高兴 这件事我就不能做 它是弱联系吗 有时候是 在具体的事件上来讲 是 但是在我们重视情感的人心里面 它是很强烈的理由 虽然有七个理由 还有一个反对 但要么是七比一 要么就等于七比一百 七比一千 因为有时候一个理由 真的重油太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买车我们把它拆解一下 它应该分为这样的具体问题 首先就是什么时候买 然后买什么车 所以如果我是国女士 我就会说买 好 一百万以上才买 最后王先生说还是不买 什么时候买 买什么车 这个权利交给国女士 买不买 交给王先生 虽然在投票环节 胡建云老师选择了 站在王先生这边 可他也巧妙地告诉了王先生 他同意买车背后的深意 投票的结果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夫妻两人能否跨过这个结 就如同胡老师说的 纵使可以买车的理由 有千百个 可是只要 妻子内心不愿意 即使买了车 却含了妻子的心 这就不值得 密室里 郭女士再次说出了 自己的顾虑 对于丈夫 房车周游的想法 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感觉到她 真的特别会折腾 真的有时候折腾 真的很可怕 她说开到哪里 就住到哪里 我就最不喜欢流浪 我最看重家 你觉得不安 对 你就感觉好像跟她越走越远了 对 其实你很害怕 你们夫妻之间这种 对 越走越远的感觉 对于郭女士的担忧 居平老师给她分析了 目前两人不同的心理状态 她就是喜欢去 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她很年轻心态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 很喜欢安稳的生活 不想去尝试这些新鲜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她这种 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热爱 身体好 天气好 我们出去玩一玩 转一转 没有什么非得要三百天 两百天在外面 心态不同导致想法不同 那么矛盾自然就会被激发 而买车矛盾的背后 也正是夫妻俩的问题所在 你们的矛盾不是在买不买车上 对 你们的矛盾其实是在对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上面 对 每个人两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不一样 他喜欢的他生活是 还是有那么激情那么浪漫 车只是什么车只是你们矛盾的一个爆发点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以过去那种旧的模式来应对新的变化 那一定是出矛盾的 他应该要停下来看一看你的需求 而你呢其实可能也可以以一个敞开的心怀 开放的 对吧 去看看他的需求 他对他生活的一种追求 密室另一边 王先生希望廖喜玉能够赞同自己的想法 对此说出了自己的考虑 提高生活品质 买车是真要的一步 具体我就是成年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呢 对现在的生活改变比较大 确实觉得他是一个人享受 已经60年代 这样的生活呢 一切没有被尝试过 看得出王先生对汽车的渴望 这时廖喜玉也想告诉王先生 品质生活和买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父亲感情感调适好了 两部就共同去享受生活 我也不觉得 就是说一定要驾车到哪个哪个哪个 远的地方 不是这样想的 你就是说提高生活的本质 这是每个人所追求的 我是知识的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安法我自己的亲自 对对对 自己买车与不买车 这是后一步的事情 实际上真正我爱你 这是关键 夫妻两人共同享受生活 那才是真的幸福 如果将这个问题扩大 到头来只会伤了夫妻感情 假设不买车 我宁愿离婚 你这夫妻感情 这38年来 我就在怀疑呀 这是说实在是有点气发 对这个爱车呢 对对对 这个表达的时候 可能过得强烈一点 你想去到外面去看看世界 这种自由快乐的这种 这种 可欠心的还是挺强的 但是恰恰 你也忽略了她的感受 对对 这反面是确实 你拨了她的情感 提高生活幸福指数的方式 有很多种 但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要和谐 这对夫妻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吗 在38周年结婚纪念日的重要时刻 两人能否重拾甜蜜 调解马上回来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此时此刻两位的想法 今天来说何一回钱 成功这场调解 实在地也检测了我的人生的一些不足 做人做事方面的这块 自信可能还是有一点过多 我就接受那个老师的批评吧 另外一幅方面 对我的家庭生活 对我说 我对我导播的感受 照顾方面 在精神危机 这个方面 确实就比较大 所以今天我正说 谢谢导播这几年的付许 是吧 谢谢谢谢 好吧 我自己心里已经答案了 你放心是吧 我今后的生活方面 我一定要多给你一些精神危机 照顾你的感受 在你认可的情况下 做事情 尤其在这个买车上面 你不认可 我就不会买 今天是我们那个 38周年的那个 接分见见日 借此这个平台呢 也表达我的爱 也感谢你们老师 让他接受这份爱 好不好 谢谢啊 谢谢老公 谢谢 老公我爱你 你谢谢 真的以后的事情 我们只要友善友谅 但是我真的 我好的事情 真的是爱 不是爱的绑架 你放心 真的 我这一辈子就是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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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考虑到我们王先生啊 他真的有这个梦想 所以我们栏目组一致决定 送他一辆车 来 上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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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买车的梦 谢谢 谢谢 我说老公还是医人的爱我 我也愿梦了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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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谢谢 希望早日圆梦啊 夫妻两人的告白 让现场充满甜蜜氛围 在婚姻长跑中 夫妻两人就是对方的依靠 只有肩并肩 手牵手 两人才能够一起前行 都说 能够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能够有38周年的婚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这场金牌挑剂之情 是两人的幸福加油战 给他们的婚姻 注入新的动力 能够让这份甜蜜 延续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